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为《香港应引入转弹法》 由正方宋真书院对反方保良局赛计有学校 现在会先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论员 先是正方宋真书院的同学,主编是李卓妍同学 第一负面为萧浩欣同学 第二负面为杨耀熙同学 第二负面为梁思亭同学 接着是反方保良局赛计有学校的台上同学 主编是林梓慧同学 第一负面是盧之恒同学 第二负面为苏靖南同学 第二负面为林导安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评判 今天的比赛评判分别有 马甘明慈善基金马陈端起纪念中学的程东亮先生 大家好 谢谢 然后会有性工会女明才中学辩论队教练黄新忠先生 然后会有香港教育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罗美之小姐 大家好 谢谢三位评判 不好意思 我们发现反方的主编和一副名字是调转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时候的名字是调转了的 是的 明白明白 不知道是未改 因为我是根据之前进入的那个名单的 你是指林梓慧和盧梓恒同学调转了的吗 是我们在交约之后有调转了的 明白 好 我先转回 OK的了 谢谢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比赛就会继续吧 本场比赛将分为主辩、台上发问、第一副辩、第二副辩、台下发问和结辩6个环节 台上的辩元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辩元发言时间结束前会有30秒一叮的提示 一叮方面我会人手叮 就是我会叮一声 同时我也会举起这张纸 不过可能有点反光 因为我举手指 因为我看到举张纸好像在virtual background 面前会有点反光或者遮了 我稍后会用手指 再加我人手叮 例如一叮就是这样叮 一只手指 两叮 这样的形式 是的 好 时间到的时候会有两叮的提示 15秒后会有三叮的提示 叮叮叮 到时我就会打断辩元的发言 并且会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给各参赛学校的了 请问双方的同学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的比赛就会正式开始了 现在先请正方的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的话 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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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评判主席 助助各位 大家好 事实上 游戏开发商为了增加收入 我按于游戏中加入虚拟抽奖的元素 要求玩家课金重复得转胆 抽钱利品商 抽卡的机会 为了吸引市民课金 游戏商 我会刻意隐瞒中长率 有公布不实的中长率 因此 总观全球不少的国家 例如中国 韩国 日本都已经修订了法例 要求游戏开发商公布 虚拟商品的中长机率 但是正如消费会指出 本家并没有相关的法例 以至现时更四成的游戏 并没有公布虚拟抽奖的中长机率 令玩家对于抽奖机制缺乏充分的理解 容易误度金钱的陷阱 消费会文件同时表示 近年手机游戏的货金服务投诉显著增加 但欠缺法理基础 无法要求游戏商公布中长机率 有见及此 我方提倡参考台湾的方案 与香港引入转单法 方案如下 机率方面,游戏商需要揭露虚拟抽奖的完整机率 当玩家投金钱去到一定程度时 需要有保证取物价的机制 核实方面 中长机率应该由政府或第三方公正单位验证属实与否 而要衡量今天的变题 就要视乎引入转单法 能否配合政府对于博彩产品的政策方针 保障游戏玩家的权力 我方赞成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完善政策努动统一博彩规管 香港中小型律师行理事协会叶俊远指出 货金抽奖和赌博同样只是讲求机率、运气、变商、雷同赌博 但是现况下 即使是赌博、赌马、政府都有法律去限制 但是货金抽奖就毫无规管 结果虚拟抽奖就成为了法外之地 他想可以夸大中长率以不实的手法去右边消费者货金 例如2016年消费会就接获投诉 投诉人林先生玩足球游戏 习惯买点数去训练球队 当时游戏商推出限定的抽奖活动 广告声称 购买点数就可以提升抽中稀有角色的机会率 但是投诉人前后支付超过8000元 抽奖亦超过了300次 都只是获得普通的角色 其后,消费会介入联系游戏商 第一,对方解释 抽奖是以固定的机率去计算角色出现率 但是拒绝披露相关的机率 最后投诉的个案因为无法可以不列了之 简单问有方不引入转弹法的话 是否继续任由游戏商继续剥削消费者的权益 第二,提供全面的资讯 货金系统透明 消费会指出明确标明中长机率 和奖品详程的透明度 有助玩家作出货金抽奖的决定 然而,由于政府没有强制的规管 玩家无法得知中长机率 唯有盲目地投入金钱 直到中长为止 因此,香港引入转弹法后 有效提升游戏资讯透明度 玩家可以根据到中长的机率 从而去决定货金的金額和次数 正如前英雄联盟电子经济选手丁特表示 收敌转弹法后,机率会更加透明 玩家可以控制到预算和风险 同时,避免游戏开发商继续欺骗消费者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总括言言,引入转弹法有其别要 一方面是填补现实的政策漏洞 另一方面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最后,想问右方同学 觉得游戏玩家的权益应不应该受到保障? 多谢各位 正方的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31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会有反方的主便 同样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点头向我示意 主席评判友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我首先想大家再提提变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转弹法》这三个字前后 是一个引号的呢? 由变题的写法出发,引号的作用是标记专有名次 而不是凡指所有规管转弹的法例 由变题的语境出发,是21年的台湾玩家 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向政府建议要以专属法例去规管转弹 既然《转弹法》是一个专有名词 意思就是要立这个专属法例 所以游戏今天支持变题就是支持立新例 我们看看全球有多少个国家是立新例去规管转弹的呢? 答案是零的 所以我也要佩服游戏的勇气 要拖延一个全球无人做过的法例 独步全球 来清楚这点,让我们纠正一下游戏的说法 首先游戏刚刚就举出了中国、韩国等国家的例子 是错的 游戏后中所说的种种例子 其实全世界国际的用适 都是用收法去规管转弹 而不是立新例 就像刚刚游戏所说韩国的这个例子 其实他们是有尝试过立新例 但是不成功 而他们也是有修例的 还有好像日本这个例子 它是将网上游戏公布机论 纳入这个景品表示法 类似香港的商品说明条例 可见其实有方堂对这个变题字眼理解是有误的 还有有方堂就说 其实目前的措施 针对这个网上赌博是不完事的 其实是错的 其实因为目前的这个法例是有赌博条例的 根据前文政事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上年6月的说法 其实虚拟收掌和其他形式的博彩活动是一样 网上博彩活动同样受这个赌博条例 第148章规管 为什么没有法律可以解决 是不是有方堂的资料搜集不充足 苟正原有方堂的说法 不难发现有方对这个立法的概念是不清不楚的 那针对这个转弹的规管 究竟是要立专属法例还是修例呢 我方认为标准是有二的 第一 这些犯罪本质现在有没有网管呢 我们首先要釐清这个转弹究竟是属于什么的犯罪本质 它究竟是一个全新的罪行类别 还是新犯罪的形式 其实有方同学都会说 其实这是一个赌博的问题 如果他是前者的话 立新例是无可避免 但是如果他是后者的话 就无需再写这个专属法例 我想很多年之前打击洗黑钱的时候 那些犯罪者都只是用这个传统的银行洗黑钱 但是到了今时今日 上年8月是有人用这个虚拟银行去洗黑钱的 那又是被警方用现有的法例抓了 可见网络不是一个法外之地 套用同样的逻辑 第一,订立这个赌博条例的时候 就是想监管赌博 看回赌博条例的适宜抽奖 是奖券活动之的其中一种 属于这个赌博条例去监管 难道转带就不属于这个网络上的抽奖吗? 第二,订立商品说明条例的时候 就是想防止有人被商家压 以前可能是街市赛当验理程 现在是游戏商压力机率 都是商家透过不实的营商手法 欺骗这个消费者 不是正正可以对应有风险想解决的问题 可见转带现在是有旺管的 来到第二个标准是否因为修例不可行 没有选择所以只可以修例 明显不是了 转带的问题单一而直接 并没有修例不足以解决之处 我方认为根据这个徐英伟的说法 其实已经是赌博条例 和商品说明条例已经涵盖了 但如果有方陀上的话 也可以修例令它更加清晰 综合以上两点 修例已经足以解决 今天有方陀的忧虑 还有它还可以带来两个独有好处 第一就是符合法律阻塞 第二,各方面的成本较低 会由我方陀面补充 最后我想问有方陀 有什么立法的立法是修例无的呢? 多谢各位 反方的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14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是会有台上发问的环节 会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面语 向反方主辨提问 发问的时间为1分钟 之后会由反方的主辨 用1分钟的时间准备 然后会有1分钟的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会有15秒前一丁的提示 时间到之后会有2丁的提示 接着会轮到反方派出第一位台上便员 向正方主辨作出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先是在反方分子的第一格 依发言次序是填写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 所以特别留意是反方分子的次序上 如果没有特别问题 现在先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也向镜头示意 好的 叮 至于今天要修改法例 但本身虚拟抽奖只是同类赌博 根本不属于赌博 条例规管范围 究竟又如何可以修改条例 凡声有方解释清楚 多谢各位 接着来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不好意思,主持,剛才我家裡有些突發狀況出現了 其實就是停電了,所以Wi-Fi斷了,我帶你出去 那是在哪一個位置? 我已經處理了,但是我停電的問題還是在繼續 所以我現在的房間是沒有燈的 那我就不開攝影機了,可能是為了避免影響觀感 但是我可以繼續工作 好的,謝謝你 謝謝 好,準備的時間結束了 現在有請反方的主編同學作出回答 那你和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好了,今天有方堂很明顯就是沒有聽清楚我方的說法 我方的說法就是這個現有的法例其實已經可以規管賭博 其實因為已經走開了,所以現在不需要立一條新法 再者如果你覺得是不清楚的話,是絕對可以修例的 根據這個前律政局局長,這個徐英偉的說法 這個虛擬抽獎其實已經包括了這個博彩的活動力 有方同學 既然有方都已經提出,你們是承認這個是一個博彩活動的問題 而徐英偉也都說其實我們現有的賭博條例都可以修改 請問有方同學,你們為什麼還要立一條新例呢? 謝謝 好,接下來會輪到反方的提問 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元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我問 好,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負責任 根據目前的賭博條例,博彩遊戲是指憑機會取勝的博彩遊戲 轉彈純粹是用機率來確定玩家能否用這個大獎符合這個定義 而且博彩遊戲並不給予所有博彩者同等游利的取勝機會 包括莊家,莊家是指遊戲藏商 而玩家中獎回館的機會其實往往比不中獎的機會低 就連夾公仔都因為符合博彩遊戲的定義而受賭博條例規管 要申請有獎娛樂牌照才可以合法經營 有方同學承認不承認轉彈是賭博的一種? 如果承認的話為什麼不可以用賭博條例規管? 我方已經剛剛提出了徐英偉的例子 請問有方同學為什麼你覺得徐英偉前局長的說法是不夠權威還是怎樣? 多謝 接著下來會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謝謝 謝謝 等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的主編同學作出回應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本身推如秋長只是雷同賭博 根本不屬於賭博條例的規管範圍 有方說現在有法例也規管,無需要零次轉彈法 但是博彩條例沒有要求遊戲商公開紀律 有方說可以用商品條例說明 但是消費者也表示無法處理不上個案 有方如果認同這個轉彈法 認為這個是賭博一樣 不單止是要管,是不是18歲以下 都不可以課金和充錢 要跟賭博一樣這麼嚴厲的條例去監管呢? 多謝各位 好,台上發問的環節就結束了 現在會去到負面的環節 現在會先請正方的第一負面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可以 好,鈴 評判主請 各位,大家好 要衡量港府英國真實心法例 可以看以下兩點 第一,立法原則 我方準備清楚指出現時 所有博彩行為都有監管 為到虛擬抽獎沒有 一次是開篇和台上發問的環節 我方都多次追問 為何同為博彩性質的虛擬抽獎 可以不用監管呢? 有方同學都覺得要監管 但是就不用 沒有的法例 但是呢,我們今天看看相反 台灣經濟部都指出引入轉 打法能夠令手機遊戲中獎 資訊公開、投明、年度、產業規範更加統一 另外,今天有方同學說 無必要性 修改現有的法例就可以監管到 同樣得到效果 但是轉打法呢 是不是好像真的有方同學說到 完全跟賭博一樣沒有拔點呢? 反正有方同學論正清楚 但是當然台灣本身就有相關的條例 有條件小修小改 但是香港是不是完全一樣呢? 反正有方一副解釋清楚 另外,今天很簡單地問有方同學 不引入轉蛋法 只是小修小改就可以做到的 是不是要對現時投訴無門的消費者自知不理呢? 就是看完立法標準 我們下一步看有方同學的論點 第一,有方同學說 然有法例規管 都無需要另立轉蛋法 但博出條例沒有要求 遊戲商公開機率 有方說可以用相關說明條例 但社會會都說根本就無法可依 而處理不到的個案 有方就說現行的法例很完善 就請有方同學解釋清楚 有方主便提出的個案 可以根據148的法例 是否真的可以執法到? 如果有得執法 為什麼還會出現以上投訴無門的個案和例子呢? 第二,有方同學說 沒有其他國家去做轉蛋法 但其他國家在做同轉蛋法內容 一樣的做法之下改了一個名字 是否都不可以完全參考呢? 除了各位 要成功一次法例 除了要有法理的基礎 都要有民意的基礎 我們先看市民 我方主便論證了 市民有需要 有方法對不到 所以拿一步看業界的意見 關於我方四分鐘的開篇 都是擔心轉蛋法對遊戲業界會有閉嘴 所以連遊戲商都支持轉蛋法的推動 美國聯邦外交易委員會都指出 業界早已自願披露遊戲中獎機率 韓國遊戲開發商更早在14年推出自律方案 自願標明可獲得道具的機率 台灣遊戲代理商遊戲骨子都公開支持 表示立法 並推動有第三方鑑定D制 所以簡單問有方 按照有方轉蛋法對業界不利的邏輯 為什麼還有遊戲商公開支持 甚至推出自律方案呢? 多謝各位 正方的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2分57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的第一副辯同學發言 你同樣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有方堂所在各位大家好 其實差不多來到比賽的中段 但有方堂依然是錯流霸出 不如就用這個機會讓我為 讓我為大家解釋清楚 首先如果有方同學要跟隨台灣的做法 就一定要立法 因為轉蛋法其實是一個專有的名詞 而這個名詞之所以會產生出來 就是因為政府提出方案之後 網民的反對 而有方同學今天依然忽然忽然 變態非常重要的兩隻字 就是引入 其實今天有方堂提出的標準 用修例的方法是可以解決 但重點是修例不是引入的一個方法 引入是指握一些外地有 而香港沒有的法來回答香港 但是有方同學今天提出的方案 修例就是指在現有法例上進行修頂 目的是什麼就是去釐清網上反對 依然是反對 雖然兩樣東西性質並不一樣 所以請有方同學解釋一下 究竟你們今天實質上引入了什麼 而有方同學今天看來法律的認識就不夠深了 其實我方都說過很多次 前文政事務局局長長英偉說過 網上發出的活動和人受賭博條例的規管 而網上賭博條例的適宜上 其實白地刻字寫明了 因為憑機會取勝的賭博友 包括抽獎都受賭博條例的規管 難道今天有方同學認為轉彈就不是抽獎 還是覺得網絡反罪不是犯罪呢 在網上進行賭博究竟是不是賭博呢 而剛剛我方就指出了有方兩大錯誤 其實代表了什麼 就代表了有方根本就不理解立法的邏輯 既然是這樣 有方同學為什麼要這麼辛苦自己 堅硬要修禮 開一條新法術規管的 在一個全身的罪行種類 並非犯罪的唯一手段 而為了讓大家容易點理解 我們去舉一個例子 有一天你收到一個電話 而電話裡面有人跟你說 小姐現在有一個包裹被人扣起了 然後之後她就會借一些 引你提供的個人資料 而這個手法很明顯是一單電話騙案 要解決這個問題 方法就是不是立身法 而是修訂欺詐罪 為什麼 因為電話騙案是一種犯罪手法 難道我們因為這樣而立一條電話騙案法嗎 如果情況是這樣 難道有一天又是用交友平台來欺詐你 我們就要成立一條交友平台騙案法 而講了這麼久 難道今天有方還未意識到立法的時候 然後罪行的種類要夠獨特嗎 其實就不是換了一種犯罪手法 賭博就不等於賭博 違反了新聞說明條例 就不代表違反了新聞說明條例 如果本質是這樣的話 罪名就不會是轉彈 而是賭博又或者是其他現有的罪行 只不過是這種身形的 只不過是這種身形的詐騙或者賭博 而看回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轉彈法 撇除賭博的情況 到底轉彈法是有哪些方面具獨特性的呢 最後請有一方回應 究竟轉彈的獨特性何在 也有同學數學 究竟轉彈法有多少種存在的犯罪手法 而手法有沒有多度令到它有這個高度 有這個必要性和一個獨特性 令轉彈成為一種全身的罪行種類呢 多謝大家 好,反方的第一副片發言時間為2分4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會請正方的第二副片同學作出發言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我想問問正方第二副片同學是否可以向著鏡頭呢 因為我只看到你的身體 因為我的位置不是很好 是 或者你看看可不可以拍到你的相片 因為這樣我看不到你發現的情況 稍等一下 好 現在可不可以 或者你會不會坐在這裏發現 因為我看不到你的樣子 對 好 這樣準備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定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要審視辨題 可以從目標、手段、成效三方面出發 先看目標 其實比賽相當同意消費者權益是應該受到保障 方便這樣更透明 想目標一致就落下一步 提手段 歸納前場的審視手段 看看以下幾點 先看可行性 總結有方前場發言 講到尾都是擔心 引入轉單法會有廢書 影響業界收益 先不講我方前場舉出 遊戲商支持例子 有方解釋不到 更深的是 若然轉單法是有方說那麼差 為什麼中國、日本推行轉單法 有通常一道 還是好呢 由此可見 有方擔心金會多餘 相反有確保可能性 會更加應該積慘其他國家的方案和經驗 簡單問有方 是否單純因為一句藍執行 就放棄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呢 所以可能性方面 有方說不過去 我再在必要性 有方前場多次重申 因此大部分博彩產品都受到白禮規管 但就未深對虛擬抽象定立白禮 因此 有方主便一負多追問 對於同類型博彩產品 政府是否要雙重標準 令虛擬抽象成為法外之地呢 有方解釋不到 事實上 用規管博彩產品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作為有大量市民投資的基礎型商品 政府有責任完成制度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然而 現方就正如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儀騰律師所教 堅決無強制性規範 令遊戲商有機可乘 沒有轉單法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案 達至同樣效果呢 有方始終交代不了 所以可能性別的性都反對不了 來到二副位置 雙方只剩下最後一個分歧 有方剛才跟有方說 現時的法力可以保障消費者 但有方又說現時的法力根本保障不了消費者 有方根本是自相矛盾 有方又說可以用賭博條例監管 但我剛剛有方問了 若然真的用賭博條例監管 是否要禁止18歲以下的人課金 禁止18歲以下的人誘援呢 有方沒有回答這條問題 審視完目標手段 最後看成效 轉單法最大作用在於 避免遊戲商公佈虛假機率 我們做個簡單比較 現時無強制公佈機率 遊戲商大可以刻意隱瞞的低中獎機率 吸引換家一萬無課金 但哪怕換家貨載多錢 中還是不中 始終不知道中獎機率是一個百分比 還是0.1個百分比 唯有繼續扔錢到鹹水海 直至抽中為止 相反引入轉單法後 抽中機制更透明 過金錢消費者有衡量過風險和回報 再決定預算 有助作出更理性決定 多謝各位 正方的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3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的第二負面同學發言 同樣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準備好 謝謝 好 主席評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貌似從一個遊戲玩家的角度出發 但如果對方是玩家 他又是一個怎樣的玩家 首先他一定是一個搞不清誰是對手的玩家 因為他今天全場都是打稻草人 他就不停說我們質疑立法的可行性 也說遊戲產商不會反對 但其實有方我們同意 我們認為遊戲產商是不會反對 所以修例可以解決 所以有方今天要正立的是 為何我們有立新例的必要性 而不是跟我們說為何他們用任何的法律 首先是解決了 就已經引入了轉彈法 同時我們看到打機最重要是知己知彼 不可以像有方那樣 又說要跟其他地區做 但又不知道其他地區實際上是怎樣做 例如他們提出的內地 他們就說要跟內地做 但他們就不知道 其實內地早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卻步已經廢除了這條條例 不如有方解釋一下 轉彈法這麼重要 為何人又會取消了 有方又跟我們說日本的例子 先等等 日本不是走轉彈法 而是走景品表示法 是1960年提出 當時是要規管牛肉罐頭 要有牛肉極度類似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如果可以牛肉都管了的話 有方又為何說這個叫轉彈法呢? 好了 再看有方所說的台灣 台灣的確是有網民提出轉彈法 經濟部的回應是選擇修例 而不是好像有方說 有修例的基礎下都選擇立法 有方既然你所有資料都出錯 不如你再深核對一下資料 以免因為錯誤資料而得出錯誤結論 好了 有方又做不好一個遊戲好的玩家 因為他連自己的技能都不知道 就等於他今天不熟悉香港的法律 他們在質疑賭博的定義 但根據賭博條例的釋疑 任何憑機會取勝的博彩遊戲 包括抽獎 這點有方都同意的 而有方更加是說 這個轉彈都是遊戲抽獎的一部分 所以都是受賭博條例所規管的 因為轉彈本身就是網上抽獎 網上就不應該是法案之地的 既然合乎性質就應該一起處理 有方也質疑說 如果這樣的話 到底我們是不是要禁18歲以下的人 課金不需要 好像夾公仔一樣 其實他也是受賭博條例所監管 但是會不會禁18歲以下的人夾公仔 不會三歲都能夾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是可以修改現在的條例 去配合轉彈法 好了 其實現時的法律已經走過轉彈問題了 而同時 如果你修例所需要的成本更加低 例如民意是怎樣? 立生法需要主流聲音推動 要推高民意 修例規模小一點 就快一點 立法階段 前律政司司長王仁龍說過 立生理是需要定義原始概念 從適宜那些重頭捨棄 修例就一早有基礎 執法呢 修例也有基礎 比如說違反賭博條例的刑罰 那些都有指引 至少有得參考 有方需要證明為何不會容易 因此希望有方最後回答我們 為何我們從頭開始 會比修例更加快更加好 多謝各位 反方的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的發問 現在會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辯源發問 準備好可以打開鏡頭並且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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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的 好 我可以 是嗎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你有1分鐘時間 可以 再次各位 大家好 有方覺得現時有法律保障 有方全場都只是提出徐英偉局長的講話 但立法會文件都指出 對於手機遊戲內的課金抽獎 是否符合賭博條例 對於過去民政事務處都要表示 要視乎這個個別遊戲的實際運作情況 他覺得是否符合這個條例的適義 並不是每一個遊戲都能夠接受賭博條例的監管 法律實際情況 簡單問回遊方 如果遊方覺得現時法律保障是有用 我方主便提出的林先生 個案可以根據哪個警法執法 如果有得執法 為何會出現以上的個案和例子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讓反方同學準備 決定我們給你 勞行你 你覺得殺人 你應該要送尋孕 有功用 劉트� 你應該要送尋孕 你應該要送尋孕 嬉得 你應該要送尋孕 放射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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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博彩活动就是立了在赌博条例下 所以想问有方你觉得你是否认白纸黑字 博彩活动是受赌博条例监管 还是你是今天的我打都在的我 觉得其实转胆不是一种博彩行为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给正方同学做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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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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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请台下的同学可以打开镜头并试一试 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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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本品說明條例解決,想問有方是否食物成份組合及標籤條例都應該取消呢?多謝各位 現在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多謝各位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排出台上便宜再出回答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示麦示麦 叮 谢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说现在消委会说法律是涵盖不了的 就算这个情况是真的 我们也要看看现在的法律有没有可能可以修改 去配合完善现在的法律 我们现在就跟你说是有的 原因就是和网上抽奖只不过是平台不同 其实本身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现行的法律进行采清作用 而跟他说其实网上不是法外资理 所以我们赌博条例就改了 包括转弹和在网上的抽奖活动 而有方就举出食物权益的例子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建设是否有何比性 食物这个条例 如果不符合标签的话 它是有机会造成安全的隐忧 因此它本身如果没有配合就已经是错了 它有它的独特之处 但是说明条例只说的是 对它和说明是否符合 反方的台上邀请终止发言 好 那现在请反方的同学 再出第二轮的台下发问 那请台下同学可以打开镜头 或者试咪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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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咪 解针 试咪 然后 像 can 试咪 minorities 都 娱 抱 如果 的 那我問你,現在夾娃娃是否18歲以下就不能玩呢? 謝謝各位 好,現在有一分鐘時間讓警方跟我作準備 好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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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了 现在会先请反方的结辨同学作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准备好 好 准备好可以示意 各位大家好 纵观全场 其实有方今天要扮演的 是一个法律草与专业的角色 要证明立转弹法的必要性 就必须解释转弹法的内容和操作 可惜今天有方全场都罔顾事实 有方今天提了很多外国例子 但看回这些例子 日本的景品表施法 在60年前用来管牛肉 这也算是转弹法 有方有提到内地 但内地2019已经废除相关的法例 有方有怎样证明内地的做法是错的呢 有方有提到台湾 但台湾的转弹法是网民建议立法 但被经济部驳回 经济部也是建议修例的 有方同学又不断重申 其实虚拟世界就没有法管了 但我方便亦多次重申 前民政局局长徐英伟 已经指出虚拟抽奖同样受商品说明条例和赌博条例规管 有方有质疑我方的执法 但我方也想问有方 你们就说要让第三方机构去查证 但这些第三方机构查证由哪来来呢? 香港这么少游戏商 大部份游戏都是外国 外国这些伺服器 你又想着怎么查呢? 有方同学又不断重申立法 有诸多好处 但有方应该知道的是 修例都可以做到这些好处 有方同学今天整场由智商矛盾 有时又说转弹不是赌博 但有时又说转弹是博彩互动 希望有方可以搞清楚自己的立场 而面对我方所提出立新法的两个条件 第一,罪行未被规管 第二,修例不可行 就迟迟未有正面回答 仅管香港所有主体法例 都是规管一个全新的罪行类别 例如赌博条例、电商条例和诽谤条例 如果只是旧罪行以身面貌出现 便会修订现有条例 以配合社会发展 但今天讨论的转弹是一种虚拟抽奖 只是赌博的新手法 已有赌博条例和商品说明条例监管 根本无理由大废周章 重新立一条新的专属法例 我方亦指出 只要修改赌博条例和商品说明条例 可涵盖转弹所带来的问题 既然修例已有法律基础 有指引 有执法机构 为何还要立新法呢? 再者,修例比立新法有两大好处 一,符合立法逻辑 转弹只是赌博的新形式 无论是隐瞒机率 以虚假资讯宣传游戏 还是转弹中博彩的性质 已分别有商品说明条例 道氏罪条例和赌博条例处理 就算要进一步针对转弹 来清法律中的条文 都应该像刑事罪行条例中 加不诚实使用电脑罪一样 以修改附属法例的形式 修改赌博条例和商品说明条例 第二,赌礼各方面各方面也有更低的成本 可以做到立转弹法想做的事 但时间、金钱等方面的成本 都比立一条主体法例低 选择成本更高的立新法 是不理性的做法 既然有方担忧的问题 修例都回应到 为何还要浪费时间 金钱立一条新的主体法例呢? 可见 香港今天没有为转弹定立主体法例的需要 有方就是一个冲动的法律草业专业 见到其他地区监管转弹就弱弱欲视 但有方没有看清局势 有方提出的方案 可以挖在全球首例 想独捕全球 成为第一个转弹法立新法的地区 看回世界各地 台湾经济部驳回网民立新法的意见 建议修例 日本也是将转弹 纳入其他法例处理 内地在2019年也废除转弹的专属法 有方 不是人家做你就要做 做都要看清楚人家怎么做 今天有方提出立新法 一意估行 是脈目且不负责任 其实今天我们双方都是想透过法律途径为换家好 但因为这样 我们更加应该用成本更低 更快更符合法律原意的方法做 因此变题不应成立 多谢各位 反方的结辨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的结辨同学作结 你同样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OK 叮 评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 货不对版不实成份的货品比比街市 例如市委会早前发现市面上 有六成半的牛丸含猪鸡基因 龙虾丸完全没有龙虾 即食物鱼丸有过半鱿鱿鱼基因 必闻在真地道无添加鱿鱿鱿 检查结果发现是8分8的鱿鱿鱿鱿 在Loki是说到食物安全更有法可疑 政府可以要求商家联名食物成份 带名食物各样各样的产品 甚至是博彩产品夹公仔 同样都受到国律规限 但在座各位当市民在货金系统上 遭受不平等的对待反而无法可疑 就算找到相关的部门投诉 都无法例可以强制 游戏相公布中奖机率 对游戏缓家而言 有公不公平 合不合理呢 来到戒边的位置可以归纳全场 我们可以问一下这几条问题 第一 需不需要填补现时政策漏洞 我方前场多次重新 证明现时存在政策漏洞 明明赌波赌马 的公仔都有规管 但同样有博彩成份的 虚拟抽奖成为法外资地 没有人规管 是否不需要增设 其次我方三、四次问游方 是否不需要增设新来 保障市民的利益 游方都解释不到 充其量只是提出反方案 但游方从来都无能证成功过 证明反方案比人入转弹法更加有效 又如何反证变态呢? 第二 香港的入转弹法可不可行? 游方今天其中一个担心 就是怕香港的入转弹法不可行 但游方举出一个例子 证明游戏商都支持立法 游方反驳不到 再者我方二父都问过游方 外国有地方推行过转弹法 证明可行性和成效都不存在问题 究竟香港有什么独特之处 其他地方推行到 香港人就推行不到呢? 更深的是 如果转弹法是游方说到的 那么多弊处 为什么会有业界会 推出自立方案 在政府没有要求下 自行披露重掌机率呢? 游方始终也解释不到 因此在可行性方面 游方都是说不过去的 秘储也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成功例子 游方还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转弹法呢? 第三 不引入转弹法又怎么可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转弹法其中一个最大的功效 就是避免消费者在不透明的环境下 盲目过金 因此 因此 岳方举出实际数据 证明消费会收获货金相关的 投诉国安上升 更有实际的例子表示 用超过八千元 转超过三百次弹 最后都是无办法或者稀有角色 岳方并不是说 点入转弹法之后 就会突然抽到想要的角色 而是哪怕抽不到 消费者都可以根据中掌机率 只能确定投入多少金钱 更加厉害的审视风险和预算 为什么不是正在保障消费者权益 令到产业环境更健全呢? 国立全场 有方都同意要公布机率去保护消费者 但又解释不到博彩和虚仪抽象有什么相同 又怎么说服我方呢? 在此各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 社会越来越多新兴的事物 而虚仪抽象正正就是其中一个 每逢出现新兴产品 社会上就会有不同的藉口 从而被规管 但大家忽略了 申请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市民信任 而市民信任就是基建在政府规管 有方觉得规管是限制自由 但事实上 规管只是保障市民 平衡利益 又怎样不要做呢? 俗观全球不同地方都推行阻转弹法 究竟香港应该继续故步自封 还是积极走出第一步 规管虚仪抽奖呢? 多谢各位 正方的欠辩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比赛会暂过一段落 本人会和评判核实分数之后 会再作处理 在处理分子的过程里面 为了把握时间 都会邀请评判逐一讲出评语 另外提一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的 也请每位评判可以先选出3位表现较阶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辩元会有30分 第二位会有20分 剩下一位会有10分 我稍后确认了分子后 会再和评判核实 好 现在我会先邀请评判再出一个评语 我会先请教育大学前辩元 罗美芝小姐再出评语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完成了一场这么精彩的辩论比赛 但其实老实说 我是一个比较 脑比较缓和得比较慢的人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有点乱 乱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不停跳来跳去跳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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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去 跳到很中间的时候 去到一些异负的位置 我就开始明白大家在说什么 因为我本身呢 看了这条片子的时候 我自己没有打机 也不知道太多这些东西 我也去搜索一下 就是去研究一下 再听你们说 我希望我应该没有归纳错误 应该是对的 正方就觉得要切条法例进来 反方就觉得 其实问题就在于不需要切条法 你修法都可以的 修了一些法例去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正方讨论一些东西 又好像 去到中间的时候 好像乱乱的 去到反方异负的时候 我就开始明明地 大家在说什么 我想知道 哦 这个逻辑原来是这样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 反方就有 说一个例子很深刻的 他就说夹公仔 就是他说夹公仔 夹公仔 都在这个法例里 是可以的 然后 因为正方有一个 即是有一个质疑 就是他觉得 究竟这个抽蛋 是否要和赌博 摆在一起 这么凝重 或者 那个可比性 是不是这么凝重呢 然后反方就说 其实都不需要很凝重的 因为夹公仔都一样的 然后正方突然又跳 正方又说 不是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计算到的 公仔的几率 但是 你们一抽蛋又不行 就是 好像 你问那样东西 回答你 然后你又问另一样 好像没有关系的事情 在我眼中 我就觉得很乱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很跳 还有你们 本身这条变题 已经有点乱 就是因为 大家可能 那条法例 那个内容 可能每个人 每一个 每一个 站方 说话都好像有点不同 可能一边又说 现在跟进不了 在这个 赌博条例下 保障不了 有时候又说 保障到 有时候又说 执法执得不好 那时候 我们不要停留在那时候 看看现在 就是好像 很跳脱 而且好像 好像 在我身份中 就是不是很实质的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执法不了 那现在可以了 所以就 那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好像 那个资料上 不是那么实在 好像你说 就是 你觉得是这样 所以 现在应该 没问题了 那就可以修例了 在我心目中 是这样 还有我自己 觉得乱的地方 就是可能 就是今次和法律有关 就是说内容 所以乱 然后大家又加了很多 那些词语 那些句式 就是那些所谓的 可能大家觉得的美句 譬如 我就这样记得一个 就是今天几个人都再几个人 就是我已经听到很乱的 本身你的题目 你已经问了很多东西 然后你还加一句 这样的说话 我就更乱 就是有一条抬下法 我直接认真说 不是太清楚 你在问些什么 因为很 你前一句 后一句 然后中间只要答一句句子 那我就觉得太乱了 就是我觉得 你的句子不如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那句 我本身个人 理解得有一些 不知道其他评判 有没有这个感受 就是我觉得 你那句话本身前后乱 不要紧 你可能清晰一点说 还要你加些没什么用的东西 在中间 我就觉得其实不会加分 就是不会因为你那句 中文句子 而觉得很漂亮 就加些分 其实不会 所以大家可以避忌一点 不要说这些东西 而我觉得综合整条线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 我觉得泛方 都挺 就是泛方在我心目中 都挺聪明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本身 看这个辩题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讨论一下 那个转弹法 他们就讨论 究竟引入和修例的模式不同 我就觉得 其实政方 他都很努力的 我不知道政方本身 有没有准备过这条线 政方有没有准备过 他们会去研究 引入和修例的分别 还是你们会觉得 他们在内容上 有没有这个别要 但其实政方本身 一开始有说一件事 就是他在主编开辩的时候 他说 除了要披露 披露 披露几率之外 他还说 要有一个一定的保值额 就是你抽到多少 就一定要中 但是 我不知道现在 如果 在讨论上 究竟 如果在这个赌博条例下 那这些东西还有没有呢 还是纯粹修例 就是能不能监管 我觉得 政方可以多放一些 放一些讨论的空间 在你本身的东西 现在比较上 政方好像整场 就是不停在那里 不停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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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好像已经没什么 自己的东西可以说 还有可能有时候 大家会说 食物条例那些例子 如果他们都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是不是也要取消 我觉得如果 你与其问我 问对面 或者问评判要听 要不要取消 不如你告诉我 让我们知道 究竟他们两个准复的分别 在哪里 即是你跟我说 那食物条例 其实他们都很相似 那其实他们是否都可以取消 不如你可惜 告诉我 极实实 一个完整的句子 究竟赌博 和现在你觉得 抽蛋的这个问题 它有什么很另类的分别 我现在一定要分开 那如果你一个辩语 完整 归纳 或者在结辩 可以说到那句句子 我觉得会清晰 你不断抛一些问题 在那里问 究竟这个 是不是应该取消 这个是否可以 就是我觉得 你抛一次是可以的 但你抛完之后 如果对面没有好实质 不如你自己开 即是你自己说出来 我就觉得不行 或者我觉得 一定要分开两条条例 不可以修法 因为他们两个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你给一个 很实质的点 那可能会 容易些去听 但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我觉得反方反应 在我心目中 反方的反应都很快 然后我觉得 政府也很努力 就是不停去回答 看到你们很 很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本身 没有练习过 他们会不停抽清你 究竟是修正和设立的分别 但我看到政府已经很努力 不断去回应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已经做得很不错 希望大家就继续努力 以及继续加油 我的评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评判的评论 现在请 性工会女明才中学 中文辩论队教练 王新忠先生给一些评论 大家好 市委市委 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听到的 谢谢 谢谢 首先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小意外 但现在已经处理到了 正如大家所见 多谢赛会邀请我们做评判 这场比赛 我也很同意刚才评判所说 其实是听得非常迷迷的 刚才评判就担心 究竟是否因为他没有打机 所以就听不明白 但就算我有打机 我也不太听得明白 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双方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是很没有调理的 原因是为什么 最主要就是 首先大家应该先描述了现况 先说清楚事实 然后再进行自己观点上的展述 但是今天大家都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刚才的评判 他说反方异父的位置 突然听清楚了很多年 我猜的原因就是 在那个位置 就讲了一些 跟我们本身前场的理解 都很不同的事实出来 而且都很大量 所以就好像清楚了很多 但是那些事情 其实应该要是在开辩的时候 或者大家已经有台上发问 等等的位置的时候 包括什么现况的描述 首先转弹法是什么 正反双方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的理解 那 我去到反方异父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转弹法 但是呢 他就不是一条已经定流出来的法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以为很具体 那方案呢 保抵机制 公布机律 又有第三方公正机构等等 那好像很仔细的细节 但是呢 原来是没有做过的 就是反方的那个说法 就是台湾网民的一个讨论 那 原来是讨论的一样不确实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说法呢 就是如果的事实是这样的 反而是令我不理解 反方那条主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反方今天用的那个定义 引入的定义 用得非常之严谨的 他是说一定要设立一条新的法例 那我是不是很迷人的 因为以往香港的法律制度 应该都引入了很多事情 那譬如 就是我最简单 刚才在网上搜寻 电信条例 他要引入一个牌照制度 那他就开始一条附属的法例 又或者是 香港已经争吵了很久了 我们 就是比较资深的边缘 可能都打过很多次的 就是这个集体诉讼的制度 究竟香港应该如何引入呢 那一直以来说的 那个引入的那个定义呢 都没有那么严谨的 就是没有说完全跟随一套 又或者是完全是由零开始 无中生有的 那但是 今天反方就说到是 那么严谨的定义 但是同一时间 原来 其实这个转弹法 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是根本是从来没有执行过 只是一个网民的讨论而已 那我们怎么可能是 是完全照版主管的 那样 将一些网民讨论的东西搬到香港 就是由零到就是由零开始 这样去设立一条这样的法例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在究竟转弹法是什么 各国究竟是怎么做的 香港现况是怎么样 其实这些事实上的原述 我都觉得是很不清楚 导致到你们在你们 讲你们的立场观点 你们的意见的时候 我完全是很难分辨到 是谁对谁错的 那所以为什么我在 其实前场的时候的那个 是的 那个评分 我想其实都不太准确 因为我根本都不太知道 什么事 都是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那可能真的从一些 比较技术上的层面 可能就是 比如最简单 正方有两个边缘 有几十秒都没说完 那样 很长的时间是空白了 那就扣少少内容分 那可能反方的那个聆听 可能反应是快点的 那对于某些对方正方说的那些论点 触的字眼是准少少的 那可能这些就加少少分 那真的去到比较后期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这件事是这样的 那所以这一场比赛的那个讨论 我觉得是散乱的 没有什么条理的 那就导致到我们真的很后期 才能听得明白 那而更加重要就是 有一些问题 其实双方都选择不去处理 那就是大家都是互问问题 那所以就听到实在的内容更加少了 其实正方就会问一些 就是现有的案例 不是案例 其实是投诉的个案 因为他们投诉都不了了之 所以无法成为一个具体的案例 那你这个投诉的个案 为什么会处理不到呢 那反方一开始可能就会说 就是大量紧用徐英伟先生的说法 就是管得到的 后期就是修例 修例 那反方可能就问对方的公仔那样东西 又或者是问这个 就是为什么不可以修例 那但是双方都没有一个很确实的说法 可以解释得到那件事 那所以就是流于互相问对方问题 但是来来去去都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会有留意的 其实这些问题根本在 可能是双方开遍的你 又或者台上法文已经问过 但是一直问到下去 对义父啊 跟着甚至乎劫便 都仍然在重提这些问题 那所以就是这样了 总结整场的比赛就是 就是本身事实的那个聚信 不是很明确 那所以我也不是很分辨到你们的观点 是谁对谁错 互相问了很多问题 互相都不给一个确实的答案对方 那所以就导致到这样的情况 谢谢大家 好,谢谢评判宝贵的评语 好,现在会有请第三位评判作出评语 我们现在有请马尘端喜的 是负责老师程东梁先生作出评语 多谢主席 大家好,大家早晨 我看到变缘都是 不要介意,其实是不是变缘都是初中的同学 有没有高中的同学 我觉得你们的样子还是很年轻 所以就准备一条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的变题 其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上的障碍 我也都明白到一件事 现在大家和教练都不可以实质见面的 所以很坦白说 我带队的时候都会遇到相同的困难 明白到同学都应该尽力去理解 我三绵两鱼很简单地说 一些我的感受 我说感受是因为很坦白说 一件事就是因为我的同事没有空 所以我才来临时来担任这个评判 其实我们来看看变题 就是问一个应原性的变题应不应该引入 所以似乎不是大家所说的 就是一个立例 一个修例的争拗 其实那个争拗点不是这里的 所谓引入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有其他地区 或者外国已经实行了相关的法例 可以将它整套 或者部分的元素搬进来香港的法例 或者香港的法制系统里面 应不应该这样做呢? 其实那边应该是讨论这一件事 大家似乎就好像想争拗一些试点 就说到底我们是应该立例 还是立新法 即是开一个新的 chapter 给它 或者是纯粹在现有的 例如商品说明条例和赌博条例里 修订就算了 坦白说 其实你引入一些元素 其实应可以帮助修例 或者甚至你立一条 即是所谓立一条新法 立一个新的法例章节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们回看一场比赛 其实有一些位置 我觉得应该多说一些 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先说了大家 最主要发言的部分 反方的成场 最主要给我的印象就是 其实他在争拗 其实修例就可以了 无需立例 似乎我自己觉得 有点偏离了 辩提的要求 这个就是 我会觉得 做得不是非常好的地方 我看到 反方异父其实 很坦白说 已经施展浑身解数 尽量解释 但是有一个位置 很坦白说 一件事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但是正方 如果你真的可以 再准备好些的话 你应该 你一个位置很强 但是你没有什么 怎么用的就是 有一个林先生 我听到林先生 这个 term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在台下 发问的时候 我会想一件事 其实这个 case 是很值得说的 你想想你主便 主便也好 一副也好 其实应该花点时间 告诉我 林先生的投诉 case 到底为什么 消卫会会说 我们跟不上 没有法可医 所以才能够带出 你今天为什么 要引入 那些元素 来搞个转弹法 让那些 游戏供应商 不要再出述 所以其实 很坦白说 一件事 我很有兴趣听一下 林先生的故事 到底是怎样 也要理解一下 消卫会会说 我跟不上 很坦白说 一件事 因为很坦白说 如果你打得多辩论的话 你会知道 有一些位置 你是没有那条罪 没有那条例 你是入不了 不好意思 我说得逐 你没有办法控告 令他负上法律责任 你要令他负上法律责任 他才能成功做到投诉 所以这个 某程度上 是引入转弹法的 最主要原因 我想表达的就是 大家如果以后 再辩论比赛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的强弱位在哪里 我相信反方异父 坦白说 我不介意披露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反而 已经做了很多功夫 尝试去救自己 不足的地方 尝试 其实应该再追 你要突显了 其实你的案子很强 第二件事 必须告诉你 你要说出完整的案子 推论才有力 正如你写议论文 也好 我一定是要 这个例子 详细 因为你只要 这个例子 讲得详细 才可以 告诉我 你引入的理据 是够充分的 这是我们在说的论证过程 所以如果 你再打下去 所以我就说 你是不是很硬的辩元 你可能有经验不太多 下次这件事 一定要准备 我不说太多了 第二件事 我留意到 就是在这个 答问的环节 譬如 还在这些很小的位置 譬如 我们 是不是真的 赌博条例 是不是要禁止 18岁以下的小朋友 不准玩夹公仔机呢 坦白说一件事 其实这些提问 应该 所有辩论比赛 提出的提问 都是有目的 你问了提问 其实你想说明些什么呢 如果不是那天 就单纯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 其实我们应该 给他 应该 给三岁的小朋友 都可以玩夹公仔机 那其实 我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常常都问我的学生 我就说 那就是怎样 提了一个问题之后 其实是应该有回应的 你要记住 一件事 在整个辩论比赛策略里面 为什么要问完问题才会 结辩呢 某程度上 结辩是可以利用你 刚才问的问题 对方 比如他答不了 又或者他根本上 是没有办法回应你 又或者你要在后面 包一包到底 你问那个问题 那个目的 和想带出什么信息 去到总结成场辩论比赛才是对的 所以我在这里 看到 大家都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但是坦白说 这个转弹法本身 其实 刚才两位评判都说到 其实他不是很solid的 在外国 大家对于那个 法例的研究也比较少 当然 坦白说完 你发觉反方就是 相对 我自己觉得 相对单薄一点的位置 就是他只是用了 曹英伟的说法 你能不能够 只是用曹英伟的说法 他告诉你 他总之 法例包含了 搞定 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坦白说 一件事 若然阿隋英伟的说法 真的合理的话 相对是不会做不到的 这些 其实大家都要思考一下 如果相对做不到的话 就等于当年那个万能key 就是不诚实取用电脑 是不是真的可以任何罪都告到呢 其实不行 所以你就引入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去重新的法例 所以法例你要记住 它是流动的 就是它因应那个时代改变 去修订的法例 你要记住一件事 为什么今天要搞转打法 最主要原因 其实是因为虚拟世界的出现 而且越来越多 就是游戏世界的改变 很坦白说 你看到我这么多白头发 都知道我打机 已经打了超过四十年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以前就是买个单机回去打 现在呢 游戏发展商的赚钱方法 就是不断要你入钱下去 其实你要研究的就是 你除了在研究这个辩题之外 你到底要研究一下 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件事 就是刚才王教练说的 大家的背景 其实是处理得不够好的 所以导致到整场的辩论比赛 就好像大家在这里 正如刚才罗小姐所说的 她说的很乱 是因为大家都不着边际 不是在辩题上说的东西 所以导致到罗小姐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我一点点的意见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多谢 好,多谢三位评观宝贵的评语 现在我就在zoom里面的check box里面 就将分子个别传给三位评判 我现在等三位评判都核实无误之后 我就会宣布错过的 你怎么做的 我还想到参加给三位评判 我按照 那个她们先去银行 你怎么做的 多謝三位評判 已經核實了分子 現在會為大家宣布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香港應引入轉彈法 由正方的崇禎書院對反方補糧局賽計有學校 正方的得票為一票 反方的得票為兩票 所以賽果是一比二由反方勝出 而今日比賽的最佳辯論員是反方第二副面蘇靖藍同學 恭喜 好,今天的比賽就順利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